白車起立 走開 白車起立 各位同心 大家平安 大家好 好 我是華信行 我是負責這個體育運動 體育運動的部分 臺灣民政府 為一些存論述的過程 慢慢現在已經進入 進入組織 組織政府的一個 建設的階段 我們現在馬上 我們現在的政治局 努力 接下來這個禮拜 事務局就要成立 這個一個政府的一個形態就出來了 說到 說到這個政府 好 我如果用 用萬安錄 用台語講 有人聽話嗎 最好講國語是嗎 最好講國語 不是國語 就是北京話 普通話 說到政府 說到政府 就包羅萬象 什麼都是 體育運動也是政府的一部分 所以才有今天我在這個地方 要跟大家討論到 體育運動的一個政策的一些問題 那我在開始進入我的主題以前 我稍微用一點時間 自我介紹一下 自我介紹 我姓潘 信用的信 行為的行 我很喜歡這個名字 我爸爸給我取的 那我一生 安排說也是 全力以赴 還可以 還可以 還算不錯 那 那 這幾外話 OK 我是從小就喜歡運動 很喜歡運動 那 但是比較不喜歡內術 那 從小呢 我就是參加 參加訓練 參加比賽 剛好我的家的旁邊 就是台北示範 就是現在台北體育 不是 台北教育大學 台北教育大學 那我穿過牆就是 他們的體育場 那我從小就在那邊運動 所以跟 台北 那時候台北示範 台北示範的那個體育 他們都有體育科嘛 就跟他們混得很熟 那他們的老師啊 他們的老師啊 叫做無萬瑜老師 現在是 現在是已經是大教授了 那麼 我很幸運的 我從小我就 接觸 就是接觸運動以後 就開始受他的訓練 那麼他 他的觀念非常的新 非常的新 都是訓練他的選手 他的學生的時候 都是用最新的科學訓練方法 那麼在六十年前 各位六十年前 我今年是七十二歲 十二歲就開始在運動 六十年前沒有這個科學訓練的觀念 沒有 沒有這個觀念啊 但是我去受訓的時候 問老師叫我們做什麼 我們就要做什麼 他還要做舉重啊 做舉重啊 還要去跑那個橡皮筋啊 推牆啊 還有跑樓梯啊 做間隙跑 循環訓練等等 這些東西喔 我說我只要練跑就好 我就一直跑就好了嘛 對不對 觀念上就是這樣子嘛 這個什麼東西 還要去舉重 還要去 好難受 現在還知道 這個叫科學訓練 科學訓練 他說這個對幾十年以後 對我來講喔 非常幫助非常大 非常大 因為我到1982年的時候 我就開始擔任國家會的教練 小教練啊 1982年 到1994年喔 1994年我就成為那個亞運的教練 到2002年之後我是總教練 這個一開始他那種科學 科學方法的訓練 對我以後的幫助很大 那我這總共有六十年的時間 超過到現在呢 已經超過六十年了 我只是在錦衣界裡面 當然我是業餘的 我是業餘的 我沒有去念那個 那個錦衣學院 不是修大學沒有 是沒有 但是這樣 因為我到那個 我一生啊 最大的原因就是要當國手 我要當國手 就是當醫次也好 當醫次也好 可是你看看我這個身材 坦白講 對一個想要當國手的人來講 比較還不夠啦 比較不夠標準 所以喔 始終沒有 沒有 沒有那個 沒有完成了 就當國手 我一直到快要 二十好幾了 我想大概已經不可能了 沒想到 到1968年 1968年之後 日本呢 那個已經在全世界很風行的一個運動 那個空手道 空手道當然是道 空手道 不是台天道 空手道 到台灣來 我一聽到這個 因為我從小也喜歡一些武術的東西 因為我從小沒有護牽 就比較沒有安全感 所以要去練一些 喜歡練一些武服啊什麼 柔道啊 台天道 不是 那個河氣道 後來這個空手道一出來 我就馬上就去報名 馬上去參加 人家是一個禮拜 練三次 我一個禮拜練六次 那 練六天 每天 他練三次 自己練一次 還去上課兩次 所以非常認真 三年以後 他 他 就是要 說要去參加世界比賽 又 哇 這是我難得的機會 那我去參加選拔 後來就選上 終於 一場我的寿願 要當國手 至少當一次 那我就 後來就要到1971年就 去參加那個第二屆的世界盃 光澤道景標賽 那 在東京的那個 武道館 成績的人 是團體 團體隊 是第三名 那 完成了 完成了我的宿願 可是啊 已經30歲了 已經30歲了 30歲 對運動員來講 那個 運動年齡已經 已經到底了 已經到底了 所以我們馬上就退下來 退下 就不再當選手了 太辛苦了 我那時候練得 前面這牙齒都沒有了 這都是假牙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比賽 那個時候比賽 不像現在 那個 那個規則已經定得很完整 那個時候很粗躁 還很粗躁 雖然有世界賽 但是我們 我們台灣 還沒有 全台灣的比賽 還沒有呢 就有世界賽 那個世界賽的規模 跟現在比 也是差很遠 那個時候 現在 現在 這個世界賽的話 大概都是有 100多個國家 來參加 那比賽場 都是 很大 就是5個 5個國家 5個國家 才有 那比賽四天 我那對教練來講 那是一種考驗 四天都要去做那個時候來 那 後來 我就退下來 我就不再當那個 我就去考那個 教練的那個 教練的資格 後來就考上 考上來以後呢 就當一個小教練 從基礎的一個教練 慢慢當慢慢當 一直到1980年的時候 1982 1982 我就第一次 當那個國家隊的一個教練 小教練 只有在那邊跑腿的 做操的 還有有一些什麼事務 都要去辦的 這個小教練 那 到1994年 那個亞洲運動會 亞洲運動會 他第一次承認 接受 空手道委員正式項目 正式比賽 我那時候順理成章 就變成 亞運的教練 到1998年 到2002的時候 我就已經擔任 總教練 當總教練 在2002的時候 我 我時代也有年紀 那時候已經60歲了 在左營 左營那些 那些國家隊 全部都是 都是國家隊的教練 我就是最老的 還有還有一個就是柔道的 他跟我同名的 柔道的總教練 是附帶 附帶的人 附帶的人 這姓張 張相賢 後來到2002的時候 我才是感覺很累 因為要帶國家隊 不是那麼簡單 壓力太大 而且 在左營一帶就是要一年多 然後還要帶隊到全世界 或好幾個國家當然去 去一定訓練 一定訓練 我們很辛苦 那時候會 非常辛苦 後來我都 我想已經超過60歲 算了 我就退下來 大概2002就退下來 2006 我生活 像神仙的生活 四年 2006的年底 我才認識了這個 那個時候叫做法理建國會 那時候法理建國會 不是現在的民政府 那時候還純粹是只是一個會而已 大家都是討論的都是理論的東西 那這中間有四年 是我一生中最舒服的四年 什麼都不可以不必管 那到2006年的時候 因為我退下來以後 因為我從小訓練起來的選手 現在也當然國手 那我看到那個體委會 他把一個很好的制度 弄得乱七八糟 這會把整個台灣的那個體育運動 的那個成績 會壓下 所以我很火大 我就 就在那個 他們 就到法院去告他 去告體委會 我就去告他 因為他是中央級的 所以一告他就在那個 就是高政府的那個法院 行政法庭 高等級行政法庭 我就按名申告 那 後來就輸掉了 因為他們有法規式 好幾個好幾個都是學法的 因為我外面請了很多律師 我告不過他 但是至少我表達我對他們的行為 他們做法表示這個困怒 很不滿 那 他都同一年 我就認識了這個 林博士 就是理念秘書長 然後接觸了這個 就接觸這個 這個我們村 這個台灣民政府 之前的這個法理論述 法理論述 到 到2008年的時候 林博士是講說 你來接體育運動 因為美國 告訴他 要組織內閣 要組織內閣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工作 為什麼呢 除了他要 你那個組織那個 你不要有人以外 他美國主要也是要看你 你有沒有那個能力啊 給你組織政府 組織一個內閣 你能不能組織起來 這樣 所以這是很重要的工作 按林博士 就搞的你舉運動 由你來負責 那我就 好 這個就沒有猶豫 我就馬上接下來這樣子 一直到現在 那麼這個大概是我 整個這個60年的過程 那我是一直都在外面 也是在服務 我後來為了舉運動 我把工作辭掉 我原來是在那個 畢芝果公司 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Restormail 畢芝果公司 賣奶粉的 賣西藥的 所以就美國都是 待了將近15年 後來就為了舉運動 我吃掉 這樣子 所以我才能夠 擔任國家隊的這個教練 那以上是我個人的一個簡歷 接下來呢 我覺得就要進入我的這個提議 我的這個主題 就是台灣 台灣 舉運動的這個 圍補與展望 首先我要解釋說 什麼叫做體育運動 體育運動 既然是體育啊 又是運動呢 我現在就稍微解釋一下 它是一個同樣一個東西 但是呢 它表現在競賽的時候 競賽比賽的時候 那個 就叫做運動 那它呢 假設表現在 學術 或者是教育 的話 就叫做體育 這樣大家分得清楚了 同樣一樣的東西 所以我們講說 什麼什麼運動會 全國運動會 亞洲運動會 奧林匹克運動會 都是運動會 但是再講到這個 學校嘛 教育嘛 還有學術嘛 就是講 台北體育學院啊 台灣體育學院 體育大學啊 還有我們這個 威山的有一個 國立體育大學啊 他們就叫體育大學 大概不會講說是運動大學啊 應該是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也可以啦 也可以算運動大學了 但是 習慣上沒有 不這麼樣的稱呼啦 就是體育跟運動 它的一個差別 但是它所指的 都是一樣東西 就是人類的一種活動 那麼指的是 人類的一個什麼樣的一個活動呢 那就要追溯到 追溯到 甚至於上百萬年前的時候 那時候 就是當人從人緣站起來的時候 原來是用四隻腳 四隻腳在動的時候 後來它站起來就變成兩隻腳 從人緣變成人類那時候開始 就開始有這個活動 那是什麼呢 那是求生的一個活動 求生 你要求生嘛 你要去找東西吃才能夠維持生命 所以它就 突然去找 很多的這個植物 這個水果啊 蔬菜啊 來吃以外 它還要需要一種 一種 當然啦 那個素食啊 也是有它的那個 蛋白質嘛 但是呢 那個植物的蛋白質啊 是比較 比較粗啦 要吃很多 才能夠足夠它所需要 所以它就要去找那種 直接就 最好的一種蛋白質 那就是 動物的肉 肉類嘛 肉類嘛 所以它就要去 去打獵 打獵打獵 有時候你會被獵打打 打啦 你想要吃人家 結果被人家吃掉 所以是這種情形的話 就把這一個階段啊 就 叫做 人與獸 鬥 的一個階段 人與獸 鬥的一個階段 那麼這個階段喔 一直到現在還存在喔 只是沒有像 那個形態已經不一樣 從前是為了要求活命 現在不是它為了運動 當然這是很不道德啦 這是有很多 對宗教來講 這是不道德的喔 但是 但是這個還是存在喔 有一年我帶隊到德國去 去伊地心耶 結果到晚上說 他們來找我們 說要出去 是出去 去喝酒嗎 不是 去打獵 他們去打獵 對 我們說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 搞不好 你去打獵 就被被打啦 槍啊這樣 比來比去喔 受不了 那麼 這個人與獸鬥的這個階段 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由於人類 他的那個 這個數量越來越大 那麼組織呢 就越來越不一樣 就從一個家庭呢 後來變成一個家族的 後來一個宗族的 後來變成社會 到最後變成一個國家 那麼這個時候啊 你在這個組織啊 為了要生存 也是一樣 為了要生存 或者是要擴大 你還是要 還是要鬥 要什麼 要什麼鬥呢 就人跟人鬥呢 就從人跟獸鬥已經進展到 人跟人要鬥了 這個 這個 這個也是 都是好幾萬年了 一直到 三千年前的時候 在歐洲啊 有一個國家 叫做希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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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民族呢 他 他們人民很會思考 他的哲學 非常的發達 什麼蘇格拉底啊 這些很有民族的 古代的哲學 他都是從希臘那邊來的 他的科學也很發達 他們就在想 人類一直這樣鬥 這樣鬥 每天都鬥 你只要一鬥 就有人受傷 有人死亡嘛 對不對 從前是打獵被 被吃掉了 那個比例還不大 人與人這樣在鬥的時候 死亡太多了 到處都有死亡 到處都有悲劇 那些做媽媽媽 不要哭 他兒子被殺掉了 對不對 那是不是很可憐的事情 很不好的事情 所以他們就 那些人就思考說 同樣要鬥的話 要鬥的話 那有沒有什麼辦法 就是說 達到這個鬥 故鄉鬥爭的目的 但是呢 不會死亡 不會死亡的 這種方法 那我後來 就有人提出來 就是說 像 我們把 在戰場上面 所用的那些方法 他用的那些方法 他用話叫做 保守 在戰場內用的那個保守 你把他拿到 拿到一個場子裡面 大家來鬥 戰場裡面的那個保守 不外乎是 要砍啊 跳啊 打啊 死啊 或者是騎馬啊 或者是 或者是開的那個馬車啊 對不對 他那個時候叫戰車嘛 就是騎術嘛 把這些東西就拿到 一個場地裡面 大家各自派你最好的人來 我們再來鬥 但是唯一不一樣的就是 不帶武器 不可以帶武器 這樣的話 雖然有輸贏嘛 但是呢 不會有死人嘛 也達到那個鬥的那個慾望嘛 達到那個慾望 所以後來他們就決定說 好 每四年有一次 有一年 那個叫做什麼 就運動年 運動比賽年 他們是在這個雅典 雅典的附近 有一個地方叫做奧林匹亞 奧林匹亞 是在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是 他們那個希臘人 他們敬拜眾神 希臘是一個眾神的一個 一個宗教 敬拜眾神的一個地方 叫做奧林匹亞 就在那邊辦 辦什麼 辦比賽 就在那邊辦比賽 好了 那三千多年前 現在的體育運動 在三千多年前 就已經形成了 就是這樣 體育運動的來源 就是從遠古一直一步一步一步 一直到三千年前的時候 就開始進入現代化的 現代化的運動 運動 體育運動 後來體育是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戰那個 那個希特勒那個時代 才發展學術 體育學術 體育教育 以前都是各自土把煉綱 這樣子 那麼他們就每四年辦一次 那麼選擇比賽的那一年 任何人都會發動戰爭 假如誰有誰發動戰爭的話 那麼眾神就會去處罰他那個國家 希臘是一個邦國 他每一個城邦就算一個國家 那麼所以他們有很多的邦國 邦城 然後各自派代表 到來的奧林匹亞這個地方 來參加比賽 那比賽他們都很重視這個比賽 他們假如在奧林匹亞的比賽裡面 你拿到一個第一名的話 拿到一個第一名的 他是得到的一個是什麼 一個叫做櫃冠 櫃冠 用一個貴宿的那個汁 把他做一個帽子 這樣給他戴上去 這樣就是櫃冠 就是那一名 這拿到櫃冠這個人 假如回到他自己的邦國以後 那時候受到的那個 黛玉就把他當作是英雄 就把他當作是英雄 很多的財富都給他 那些那些藝術家那些雕刻家 就用他的形態把他雕刻 把他雕刻來紀念他 所以我們現在假如到歐洲區 很多的那個博物館裡面 都會看到有一些 有一些人喔 他的 譬如說在丟鐵餅啊 丟標槍啊 丟標槍 還有跑步啊 或是怎麼樣 騎馬等等 這些雕像 就在那個時候 三千多年前的時候 就掉下來 就是要紀念他 還有那個 詩人啊 詩人啊 他們就會做詩 來怎麼樣 來榮耀他嘛 所以說 你假如在奧林匹亞 奧林匹克運動會裡面 假如拿到第一名的話 我那受到很大的這個 榮譽 我們看的那個雕刻 你們會發現 都是 都是什麼 都是不穿衣服的 你到歐洲區看 你看看 都是不穿衣服的 確實 在那個時候 三千多年前的時候 那個奧林匹亞 那個選手都不穿衣服的 都不穿衣服 為了表示什麼 表明說 我是沒有做假 誠實 完全 完全都是不穿的 所以那個時候 那個觀眾 女人不可以 沒有女人參加比賽 觀眾也沒有女人 這個是題外話 那 一直舉辦一千多年 一千多年 那麼後來 這個羅馬 羅馬帝國成立 羅馬帝國成立 然後他又要取代這個希臘文化 所以就下令這個奧林匹克運動會 把它取消掉 要用羅馬式的運動會 羅馬式的運動會 那就很殘忍了 所以我們就看到那個 在那個羅馬劇場裡面 人跟獸鬥啊 人跟人鬥啊 通通都有 都是拿武器的人 所以你們說 又回覆到那個人殺人 人跟鬥打這樣 或是使人被 那個獸給吃掉 很殘忍 後來也是到一千多年以後 那個羅馬帝國就衰落了 從此以後就運動了 就沒有了 通通都沒有了 已經沒有了 那到1895年的時候 在歐洲 歐洲的有一些 歐洲的體育運動 它是非常非常 非常興盛的 那他們有一些那個 一些貴族 他們就組織起來說 我們來恢復奧林匹克運動會 把古代的奧林匹克運動會 再把它恢復 成為新代的奧林匹克運動會 那有法國的一個子爵吧 一個子爵他也是貴族啦 他是召集歐洲的一些貴族 然後又成立一個奧林匹克委員會 然後在1986年 1896年 1896年 我們1895年就是馬關條約 隔一年就有 這個很好記 1896年 就第一次的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 在希臘 在也是在奧林匹亞那個地方 再舉行一節 那是1896年 那麼從那個時候開始呢 又恢復到運動 運動競賽的情況出來 那一直到現在 已經是第二次藉由了吧 每四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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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剛才講的奧林匹亞 那個地方 我去過一次 我去過一次 也就是 在 2011年的時候 2001年 就是發生那個什麼 美國那個 賓拉登有沒有 用飛機去炸那兩個 兩個大樓有沒有 那個911嘛 我們大概是917吧 要去7啦 那個時候 我在左眼看到 看到那一個 那個新聞報道 我還以為那就是電影 我實在是不敢相信說 那是真的 所以 就很多人都不敢再做危機 很多人不敢做危機 我是要帶一個 一個青少年 要去到希臘參加一個世界賽 請教我們 結果我們的領隊就打電話來 說 你代替我 再當領隊 除了董教練 還要見領隊 因為他不去啦 他不敢做危機 那我們就 不管啦 就已經訓練了 訓練三個月 我們當然要去 就去 去來以後 比賽四天完了以後 我就安排兩天的那個 希臘的一個 一個旅遊 那我就帶他們 第一站 就是去 奧恩比亞 奧恩比亞那個地方 那個比賽場 跟現在的那個 那個 比賽場 來講 那差遠 並不大 並不大 也沒有什麼設備 什麼東西 很古老 但是對一個運動員來講 那是很神聖的一個地方 我就帶著那個選手 讓他們去 讓他們去 平調一下 這樣子 這是 發發的比亞 那 我就把這個 佛具的這個 體育運動 它的由來 它中間所過的過程 一直到現在 到現在來講 這個 整個過程大概就是這樣 交代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再來就是要講到這個 講到我們這個台灣的體育運動 講到台灣的體育運動 那麼台灣呢 台灣的體育運動 是有一段時間非常的鮮盛 非常的 非常的鮮盛 但是到1976年的時候 就開始衰落下去 衰落下去 一直到1984年的時候 才又開始又起來 到1988年 1998年 就達到最高的步 然後 又開始又下來這樣子 那麼這整個的過程 我都有看到 我都有看到 而且不只是在旁邊看 我自己本身也在裡面 也在裡面 那麼在我們在19 1960幾年的時候 1960幾到1978年的時候 我們非常興奮 我 我願意我在這裡 我就提出兩個人 來做一個代表 讓各位回顧一下 我們過去台灣的體育運動 多興奮 多興奮 那麼這兩個人 一個就是洋創館 另外一個是誰 濟政 一個就是濟政 一個男的一個女的 這樣才公平 確實是這樣的 那個洋創館跟濟政 他們兩個人 來做 那一段時間裡面 1960幾年到1970幾年 那個非常興奮 在世界上 你現在也講到 講到運動的話 都會講到台灣 那就是他們兩位 那麼第一個我所要講的是洋創館 洋創館 洋創館 剛好這兩位 跟我都有一天點小小的關係 一點點小小的關係 我會慢慢的敘述 洋創館 我是在19 不2000 2000 2011年 2001年的時候 我到左營 我準備要到2002年的 孔山亞運 在裡面培訓 我2001年去左營的時候 其實我在1982年 就在左營進進出出 但是我都有看到一個身影 長得很高大 非常的威嚴 大家都看到他 都不太 都讓開 都跑掉 我也差不多 我也差不多是這樣子 都不敢去接近他 這個人就是洋創館 那麼他 他是一直都是 永遠的 這個左營訓練中心的總監 總監 可是因為這樣子 他太威嚴 所以沒有人敢接近他 所以我們每一天在吃飯 買三餐在吃飯的時候 就看到一個老人 就坐在最前面 一個人在那兒 孔孔在那兒吃飯 沒有人敢 沒有人去跟他打招呼 或是怎麼樣 但是我們都知道 這個人就是洋風網 這個是很了不起的大人物 但是都不敢去接近 包括我 後來那個 那個柔道的總教練 張相賢 這個人在左營 也是非常有名的 他長臉都是在左營 代貴 哇 這嚴格 那個 可以說他早上 四點鐘起來 就要叫選手訓練 非常嚴格 那有點過頭 他就跟我講說 班教練 我們去找 去陪那個洋風網吃飯好不好 我一聽好高興 有人這樣提議 我們去去去 因為我們身分也是總教練 他也是走到總教練 我是空走到總教練 都是總教練 有身分的 所以一去我就去找那個洋風網 我一起來用這個 跟你洋風網講 報告總監 我們陪你吃飯好不好 他當然說 好好好 來來來 吃飯了 就一起吃飯 那麼我一坐下來以後 我就開始拍他的馬屁 我就要開始拍他的馬屁 我說總監 你是我的偶像 好像大家都這樣講 我說我跟你講 你在1957年的時候 你在有沒有在台大運動場 台大運動場 在那邊念護門式 他的指導教練叫做米勒 Mr.Miller 他這個人是美國國務院派來的 派來指導洋風網 他是紅人 印第安人 他在奧林匹克運動會拿到那個 標槍的銀牌 我說對不對 他說嗯 你怎麼知道 我說我那時候還小 但是我今天都會經過台大 我去學校練習的時候 會經過台大運動場 看了一堆人 我就跑去看 哇看到洋風網在那邊跳 復滾式 現在復滾式已經漏了 被滾了 我看到復滾式 我在空中裡面一個人躺著這樣平平的這樣 這樣下來 我說我迷住了 不得了 這是不得了的技術 還有那個他們那個田舅協會的理事長 官松生 官松生也做也在那邊看嘛對不對 那官松生他有一個拐杖 因為他腳不怎麼好 他有一個拐杖 那個拐杖就是可以把它打開來 打開來以後 他有一個拐 這樣他就插在那個地上 這樣他就可以這樣 扮作這樣 扮作這樣對不對 他說對喔對喔對喔 他開始就把它畫 把它引出來嘛 叫他講話 他就說 潘教練啊 那個不是紅人 不是紅人 第二天我看報紙寫的是紅人 不是啦 其實他是黑人 那個Mr.Miller Mr.Miller 他是黑人 只是他的皮膚沒有那麼黑而已 大家誤以為是那個紅人 其實他是黑人 喔 這樣就把它的 把它的那個畫星把它引出來 開始講話了 我就是要讓他講話 他有多少的東西 他過去的那個英雄事蹟裡面 有多少都沒有報出來 大家都不知道 我要聽到他 他親自跟我講 他 所以他就跟我講了很多 報紙上沒有登出來的東西 那麼 楊東廣的這個人究竟是 他有什麼偉大 有什麼偉大 我現在也要跟各位講 他確實真的是非常偉大 而且是世界級的偉大人物 他在全世界多有名 那個時候 同一個時間 那個 你們知道蔣介石嗎 蔣介石他很有名嗎 在台灣非常有名 哪一個人不認識他 小朋友寫作文的時候說 我將來要當蔣總統 他 你將來要做什麼 他說 我將來要當蔣總統 那是一個笑話 但是 蔣介石他一離開台灣 沒有人知道 那是什麼東西 沒有人知道 可是只要講到就是 CK洋 全世界你這樣 CK洋 大小女主 No.1 非常非常有名的 全世界都非常有名 他為什麼會有名 因為他成績好 成績好 在田徑運動 我一開始也是從事田徑 我是200地蘭 我那個中山雷運運 也是拿冠軍的 中山雷運 那個時候叫做中山雷運 現在叫做全中運 我是200地蘭 200跳嵐 200地蘭 我成績是28秒增 現在來講 已經 沒辦法跟現在的小孩子比 但是在那個地方 在我那個時代 全台灣 朱東族 我是第一的 最強的 那在田徑運動 我也很了解 田徑運動 是他們白人的天下 白人跟黑人的天下 也就是 這是歐冕的國家的一個天下 那麼 特別是田徑運動裡面的十項 十項 十項運動 十項全能運動 這個更是他們那個歐美國家的一個禁卵 沒有你這個黃總人在玩這個東西 玩不起的 知道吧 結果呢 我們天天就是黃總人就出了一杯洋床館 出了一個洋床館 一開始只是在亞運 他在亞運 他原來是跳高跳遠的選手 結果他在台北 台北體育場 在訓練的時候 我也是這一個 我剛才講的那個 吳旺虎老師 他也是他們 那個教練團裡面集合一個 他就跟他們 他也跟我們講的 我才知道這個事情 他說 看到這個年輕人 我十幾歲 哇 跳高跳遠的選手 速度那麼快 就跟他講說 你去跟那個一百公尺的那個選手 跟他比比看 看一百公尺誰跑 跑的快 假設你贏他的話 牛肉麵一碗 那個時候吃牛肉麵 那是不得了的事情 我們那時候能夠吃陽春麵 就已經很好 現在吃牛肉麵 他說好我去 他就跟他一跑 一跑就跑得比那個 那個原來的那個一百公尺的選手 還要快 他不是一百公尺的選手 要是他跑起來比他還快 這個人厲害 一百公尺還可以啊 因為跳遠就是要速度 所以他跳遠選手 一百公尺都會很強 那四百怎麼樣 就跟他講 你那個四百跑四百 等一下你跟他跑 要跑 贏的話再一碗 好好好 他就去了 年輕嘛 他年輕 他十幾二十歲 他就跟他跑四百 結果他就贏 贏那個四百的選手 這是怪財 這是怪財 所以這些教練團 就在那邊研究 哇這個是天才 這個是不得了的人才 是不是可以把它轉換這個 這個實相權 因為那時候根本沒有實相權 根本都沒有什麼 在亞洲根本沒有人 在世界 我們也很少有聽到 聽到說有人那個實相 大家說 研究結果的好 那就鼓勵他來練實相 所以所有的教練都開始注目他 就叫他去訓練他實相運動 全力運動 楊東廣東廣東 他說明星嘛 你們怎麼講我就怎麼做 來 結果他就參加亞運 果然拿了一塊金牌 拿了一個金牌 四年以後 又參加第二次亞運 第二次亞運的時候 他又拿了一塊金牌 所以在那個時候就開始 人家就給他叫一個名字 叫做亞洲鐵人嘛 對不對 亞洲鐵人嘛 就是拿兩塊亞運的金牌 後來啊 台灣這邊就看 哇我們這邊教練 已經沒有辦法再教他什麼東西了 那趕快送到美國去 這個人才實在是 你教了什麼他什麼都會了 就給他送到美國去 他就進那個 進那個什麼 加州大學 洛杉磯分部 UCLA 那個大學的簡稱 叫UCLA 那個UCLA 你只要在田徑界來講的話 在全世界 他是從UCLA出來的田徑選手 那個大概都是世界第一流的 UCLA 那洋杉磯分就到那裡去 到那裡去以後 開始他就進入世界級了 開始就進入世界級了 剛開始的時候大家還不知道這個人是何許人物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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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從成績就從7000都變成8000了 就是世界破四天紀錄啊 開始在破四天紀錄 從前沒有辦法破四天紀錄 現在到那裡去又開始慢慢的破四天紀錄了 他有一個同伴喔 懂一個教練的一個同伴 叫做強身啊 強身 黑人 他是上一屆的奧運會的十項冠軍 結果呢 楊通廣跟他在一起訓練 沒有多久成績就超過他了 成績就開始超過前一屆的奧運會的金牌的選手了 強身啊 不過他的成績就一直一直趕 一直一直那個強身啊 就一直又只有在後面追耶 變成這樣的耶 大家都一些專家的眼鏡都疊得滴滴啊 怎麼會弄出一個這個 這個蝗蟲人居然來